在未来世界,疫情变得五花八门 耳机像现在的口罩一样成为必需品 不同于飞沫呼吸道传播 一种由语言沟通散播的病毒到处肆虐 这天一个感染者闯入超市 有个没戴耳机的小男孩被抓住 女人冲着他胡言乱语 危急时刻,一个眼睛男冲出来 把自己的耳机带到男孩头上 然后将对方送到护栏后面 感染者转而对着眼睛男说话 男人砸烂玻璃,逃出超市 他没有出现感染的症状 只有发烧致患的现象 眼睛男可能是世界上唯一对病毒免疫的人 这时向未传来警笛声 眼睛男戴上帽子匆忙离开现场 他现在没戴耳机,不能被警察抓住 因为按现在的局势来看 如果不戴耳机的人 听到了感染者的胡言乱语 一定会患上乱语症 变成只会说胡话的行尸揍肉 病毒防御控制机构对此类现状采取极端措施 将城市进行划分,建立安全区 把未感染的人群封锁在防疫区内 派军队严加看守 此时眼睛男穆拉特回到家里 虽然他想尽可能的息事宁人 但超市的事被传得沸沸扬扬 警察注意到了潜在的感染者 负责调查此案的防毒指挥官安东 因为妻子和孩子患有乱语症 一直在调查病毒的相关事件 其中八年前有个土耳其团队 找到了战胜病毒的方法 但实验室基地发生大火 所有的研究成果复之一句 唯一在大火中逃生的人 就是语言学家穆拉特 安东还不知道超市出现的人 就是自己追查多年的穆拉特 隔天他去确认超市监控 发现画面中的眼镜男 并没有出现感染症状 反倒是拿冰袋捂着脑袋 好像是在降温 不久后他查到了穆拉特的医疗记录 发现对方失踪前去过很多次急诊 原因都是头部发高烧 安东想到了一个可能 火速回到警局 用热成像效果打开监控 那个眼镜男的头部 果然还处于高热状态 也许这个人就是穆拉特 安东找人追回眼镜男的耳机 相关人员进行鉴定 发现这套耳机是特别定制款 由防疫局发给研究团队使用 上面的员工编号正是穆拉特所属 这也验证了安东的猜想 他立刻把该情况报告给部长 但对方不相信有免疫的人 认为安东在浪费警局资源 禁止他继续追查下去 另一边穆拉特跟母亲拜访友人 对方家里藏了个精神病患者 他曾经参与过实验室的研究 但现在变得疯疯癫癫 时不时就会发出巨大的吼叫声 他的儿子晓夫想帮助爸爸恢复正常 所以一直在追查当年的失火案 他坚信穆拉特的同事大谷还活着 只有找到那个人才能治好爸爸 但穆拉特坚信大谷已经死掉了 晓夫没有放弃希望 他叫住准备离开的穆拉特 拿出一张照片和药片 药片上刻的漏斗图案 和大谷身上的纹身一模一样 不过这药片是从乱语者那儿得到的 没办法进一步调查 好在晓夫认识一个万事通 这个人能帮他进入防疫局系统 穆拉特心事重重地回家 他虽然不会患上乱语症 但常年被幻觉干扰 他觉得找到大谷也能帮自己恢复正常 穆拉特看到了希望 马上开始行动 他和晓夫找到那个万事通 花钱买了个登陆系统的密码 然后潜入防疫局 从内部系统的资料来看 大谷确实处于死亡状态 还带有尸体的照片 但死者手腕上并没有露的纹身 这具尸体很可能是假的 随后穆拉特调出自己的资料 发现他已经被防疫局盯上了 但穆拉特买的账号没有权限删除信息 他直觉大事不妙 想赶紧回家带母亲离开 不料安东已经查到了他的地址 不过部长的警告迅速赶到穆拉特家里 男主妈非常聪明 他对安东的询问含糊其词 用忘记关煤气的借口 把一个红色圣诞树挂件 悄悄悬挂在窗户上 此时穆拉特刚进公寓大门 一眼就看到了红色圣诞树 他站在原地呆立片刻 然后飞速转身逃跑 穆拉特对社区构造了如指掌 最终逃过防疫局追捕 他逃到另一处防疫区 投奔好友老母 穆拉特跟对方解释现状 他因为有免疫体制 正在被防疫局的人抓捕 老母答应让穆拉特借助 谢过朋友后 穆拉特出去办事 他要查清漏斗药片的出处 不料半路遇到爆炸事故 原来是居民不满意封闭管控 几个极端抗议者炸开了围墙 穆拉特趁乱离开 另一边部长正在汇报工作 大选即将到来 上级要求禁止民众游行 加强管控 等散会后 手下过来通报 说安东没有听错安排 依然在多管闲事 部长让手下盯紧安东 而安东此刻钻进杂乱的疫区 在客厅里听了一整晚 从穆拉特家里搜刮到的实验录音带 确信对方是治愈乱语症的关键 他马上找到部长汇报 可对方不让安东继续调查 反而指示他去抓爆炸抗疫的民众 安东无奈地离开办公室 不过他不会因为部长的话动摇 安东在穆拉特家搜到一张处方 医生的签名是EK 他很快在磁带中听到一个叫阿姆的人 此人的全名中就带有EK 安东马上下令寻找阿姆 而此时的部长等他离开后 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 正是当年实验室的资料 原来放火烧毁研究中心的人 就是部长本人 安东那边找到了阿姆的住处 不过他没空去抓人 因为今天是儿子的生日 安东走到地下室 他被感染的家人就关在里面 画面一转回到男主这边 穆拉特找到给大股纹身的店铺 询问对方药片的出处 但店长不清楚药片的来历 关键时刻 他的女友走出来 说在六号疫区见过这种药 不过该区域不受监管 混乱异常 第二天穆拉特找到万事通 他用所受无几的积蓄 从那儿买到一张通行证 万事通还给他理发 拍了崭新的证件照 事情刚办完 万事通就发现警报 是防疫局的人查到这儿了 两人火速躲起来 用发出正想的剃取刀 引开注意力 趁机留出工厂 从现在的防疫区到六号疫区 需要经过三道地铁管口 他刷卡成功进入地铁站 可到处都是穆拉特的通缉令 虽然他剪了头发 但面部特征非常明显 眼看就要被警卫察觉 一个女人抓住穆拉特亲吻 和他佯装成情侣 成功混过管口 穆拉特因为一个稳心动 心情简直像飞起来一般 名叫苏雷的女人 领着穆拉特进入六号疫区 这里确实混乱无比 铁丝网的另一端 全是乱语者 两人到达一处聚集地 原来苏雷是反抗组织 加一的成员 他们抵抗防疫局的 各项极端禁令 以及对乱语者 无人道的对待方式 反抗组织想研发疫苗 拯救乱语症患者 目前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 只要有穆拉特帮忙 一定能找到办法 可对方还没走出火灾的阴影 坚决不掏浑水 苏雷见状 开出诱人的条件 只要穆拉特答应帮忙 组织就能帮他找到大谷 俗话说得好 人多力量大 他们很快就查到 那些药片来自一家黑手党酒店 主角两人立刻赶往目的地 酒店老板非常喜欢音乐 正在屋里录音 穆拉特的出现打断了他的性质 老板竟然直接逃墙 危急时刻 穆拉特注意到录音机型号 里面的磁带非常宝贵 他说自己知道一个中间商 有这种磁带的备货 老板文言马上编了敷面孔 热情地邀请两人入座 穆拉特把中间商地址写给对方 正想询问药片的是 一个女人的出现打断了谈话 他从包里掏出了两袋药片 卖给酒店老板 这个短发女 就是药片生产商的街头人 穆拉特马上追出去 可女人已经开车离开 另一边的安东顺着线索找到阿姆 在他的逼问下得知 穆拉特要去六号疫区的事情 安东以调查爆炸案为由 也带着手下前往六区 殊不知 部长的秘书趁机留紧他家 找到了有关穆拉特的录音带和文件 突然地下室传来声音 秘书好奇地走过去查看 赫然发现两个感染者 就在这时 安东及时出现 用枪指着秘书的脑袋 原来安东察觉自己被监视 而且听手下说 他们出发前 秘书来找过安东 警察立刻反应过来 这才飞速赶往现场 秘书警告安东 乱语者必须送往疫区 念在两人同事多年的份上 他可以不向上级告密 安东不能贸然灭口 只好拿出一打文件 说服对方 在疫情爆发的最开始 防疫局不听实验室警告 坚持儿童不会被病毒传染 没有及时进行防护 结果导致大量孩子感染 武装部队把乱语者拉走 让家人被迫分离 安东的孩子也不幸中招 妻子因为不肯离开孩子 也跟着一起感染 事后政府将实验室的研究隐瞒 说是防止引起公愤 防疫局和实验室的大火 一定有某种关联 秘书答应帮安东保密 拿着磁带和地图找部长汇报 果然没说对方私藏感染者的事 但是在报告的最后 他提出想调查穆拉特 部长表面上没说什么 但当晚他就以工作为由 跟秘书碰面 说在录音带里找到了线索 让秘书帮忙确认 对方没有怀疑 立刻戴上耳机 不料里面是乱语者的胡话 部长紧紧捂着他的耳机 使秘书受到感染 他拿走对方的贴身物品 快步离开现场 另一边因为短发女离开 穆拉特跟苏雷先回基地 他需要用磁带记录身体状态 所以拜托苏雷一起去市场购买 谁知又碰到了短发女 他将一部手机交给穆拉特 表示自己会打一通电话 如果接不到 就再也不能见到大谷 好在穆拉特没错过电话 短发女没说明大谷的位置 而是把人叫到了秘密据点 玩起了捉迷藏游戏 主角两人进入目的地 穆拉特按照指示 拿起桌上的信封 上面是一道脑筋急转弯 只有猜对才能继续前进 其实穆拉特之所以 能对乱语者免疫 是因为大谷在他身上做了实验 头疼和出现幻觉 都是免疫后遗症 除此之外 还让穆拉特变得智商超群 这些题就是短发女给他的测试 穆拉特确实不负众望 一关关解决短发女布置的难题 来到一家废弃传播厂 找到跟大谷经常乘坐的杜伦 这时短发女的电话打来 让她去传委等人接应 穆拉特按照指示行动 果然几分钟后走出一个男人 两人脱掉外衣 详细检查他们身上 有没有监听设备 检查结束后 男女主分别被送往不同的方向 期间还得戴着面罩 等穆拉特被人带下车 发现身处一个大型竞技场 四处都是下注的观众 他们围绕着集装箱组成的迷宫 里面关着一大群乱愚者 挑战者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 找到迷宫出口 时间越长 被感染的可能性就越大 围观者还握着肠杆 拨动挑战者的耳罩增加难度 此时短发女走向穆拉特 说苏雷被扔进了迷宫 穆拉特面前有两个选择 第一 现在就跟她离开去见大谷 第二 接受迷宫挑战 先救出新上人 穆拉特当然选择去救苏雷 他跳进迷宫 急切地寻找对方 刚进去不久 就被人打掉耳机 尽管穆拉特不会被感染 但发烧和幻觉的症状也不好受 很快到即时结束 新的一批乱愚者投入迷宫 他被越来越多的乱愚者干扰 痛苦地倒在地上 突然一双手抓住了穆拉特 将他从幻觉中叫醒 原来是苏雷 对方身边的人正是大谷 他果然没有死 穆拉特一拳打倒对方 暴揍大谷撒气 随着跟同事再次碰面 当年的谜团逐渐解开 病毒爆发之时 大谷作为实验室一把手 一直致力于病毒研究 谁知 某天部长带来了一份文件 里面鬼扯了很多内容 目的就是让实验室证明 防疫局屠杀乱愚者的合理性 大谷当然不愿意签字 把部长赶出实验室 谁知 对方几个礼拜后升职 直接叫停病毒研究 暂停一切科研活动 甚至要拿走大谷的所有心血 两人当即发声称职 部长将大谷揍倒 在实验室内撒满酒精后点燃 幸好大谷及时清醒 成功逃出实验室 还将证件扔到助手实体旁边 伪造了自己的死亡 事后大谷一直藏在六区 没跟任何人联系过 就在这边取得进展时 部长发现了安东的秘密 将对方的妻儿抓住 要挟他前往第六区寻找穆拉特 并且让亲信白叔随行监视 白叔在出发前 先去找穆拉特的妈妈 试图寻找线索 因为穆拉特留下的笔记 就藏在家里的花盆中 所以当穆妈看到他们动花盆 不由得露出惊慌的神色 安东敏锐地察觉到异样 阻止手下的行动 他悄悄靠近穆妈妈 表示自己对穆拉特没有恶意 如果对方被防疫局抓住 后果一定不堪设想 穆妈妈决定相信他一次 被白叔带走前 隐晦地提示安东 怎样跟穆拉特联系 当晚男女主两人 正准备前往组织实验室 苏雷显得心事重重 组织内的激进分子 准备暴力起义 他截取到了一段加密信息 穆拉特耐心地帮苏雷破译 殊不知防疫局的人 已经抵达六区 安东故意脱离大部队 给穆拉特留下了提示 正是那个红色圣诞树挂件 穆拉特看到后 察觉到情况不对 马上拉着女主躲进胡同 等白叔查到这时 没有发现异样 穆拉特想不通 还有谁知道 他发明的信号系统 这时大鼓开着车赶道 将他们安全送到组织实验室 穆拉特千辛万苦地寻找大鼓 就是为了解决幻觉问题 他想放弃免疫能力 回归到正常生活 所以接受了脑补核子检查 组织也可以利用这些资料 对病毒进行深度研究 不过当苏雷知道穆拉特的目的 只是为了摆脱免疫者身份 重置整个大脑时 忍不住失望 他还以为穆拉特是个英雄 能拯救大家于水火之中 这时手下过来报告 他们找的高阶段乱语者到了 而关在附近的普通感染者 受其影响变得无比冷静 完全超出了大家的认知 可见那个高阶段乱语者的能力之大 当抓捕人敲敲门 走出来的人却吓了穆拉特一跳 这可不是什么高阶乱语者 而是世界上首个乱语者 德哥 穆拉特就是被他传染乱语症 才接受了大谷的治疗 德哥的能力非比寻常 他不会跟普通感染者一样滔滔不绝 而且能支配其他的乱语者 迫使他们安静下来 德哥的出现让穆拉特急于宠治大脑 但手头数据有限 很难进行手术 此时穆妈被抓的事传到了六区 穆拉特必须救回母亲 另一边安东找到了花盆 根据里面的信息联系上阿里夫 拜托他给穆拉特传信 阿里夫提出要求 想要救车站的防疫局特工名单 一位女友在那里遭受虐打 安东跟他达成协议 很快阿里夫将信交给穆拉特 里面还夹着绿色松树 穆拉特这才知道 那日给他提醒的人是安东 两人在六区碰头 安东表示穆妈暂时没有危险 他现在已经不能信任防疫局 想和穆拉特联手 安东可以想办法救出穆妈 但穆拉特另有打算 不过确实需要安东帮忙 他准备到防疫局自首 让安东把消息传到过去 紧接着 穆拉特去大谷的实验室 装了一些化学药剂和药片 准时到防疫局自首 特工马上把他抓到审讯室 穆拉特要了一杯水 并且把纸巾扔进杯子 他原本在防疫局工作 很清楚这里的通风系统 穆拉特自首的时间 就是掐准系统启动的时间 万事通以驱从公司的身份潜入 借助通风释放麻醉气体 穆拉特拿出纸巾 掩住口鼻 防疫局的人纷纷晕倒 穆拉特趁机救出母亲 谁知白叔颤颤悠悠地追出来 危机时刻 安东扑倒他 帮助穆拉特逃跑 这样一来 安东就暴露了 部长当然不会放过叛徒 准备把他扔到家人身边 将安东也变成乱愚者 不料穆拉特打来电话 说自己知道 加一组织的秘密计划 他们正打算袭击防疫局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细节 只能派安东过来 部长在大选期间不能出错 只能妥协 等穆拉特布置好一切后 通知部长下午三点 让安东到传播场见面 部长手里有人质 不担心安东背叛自己 部长让他取得情报后 立刻杀了穆拉特 不仅如此 部长还留了后手 命令白叔在暗中监视 如果情况不对 可以直接杀了两个人 安东上船后 立刻暗示对方有人监视 但穆拉特早有准备 他提醒安东抓紧站稳 然后按下对讲机按钮 整个船体开始活动 老白等人因惯性摔倒 等他到船舱查看时 穆拉特跟安东早就离开 万事通等人抓住防疫局特工 随后穆拉特给部长打电话 让他去接被抓的特工 还好意提出合作邀请 只要部长同意民众的游行请愿 他就讲出袭击计划的所有细节 部长只能同意 可惜挂断电话后就原形毕露 他竟然下令杀了安东家人 不过大家对乱语者敬而远之 根本没人仔细确认囚犯身份 大牢中关押的母子早被调包 安东的家人此时在安全的地方 部长浑然不觉 正在准备新实验室落成一事 他趁机向上司反应 希望对方批准这次游行 还找了一堆冠冕堂皇的理由 表示可以利用这次游行 找到支持加一组织的人 上级批准了部长的申请 于是防疫局当晚就召开发布会 表示批准民众游行 大家听到后纷纷鼓掌 可激进派的大力表示 这分明是想把我们聚到一起 趁机一网打尽 苏雷选择冒险 相信防疫局 还让大力叫停袭击行动 两人各退一步 如果明天的游行能平安进行 大力就同意叫停袭击 等到了实验室落成的那天 市民聚集在市中心 虽然过程中有点小插曲 但最终以和平的方式完成游行 大家聚在一起哀悼死者 苏雷终于完成了心愿 莫拉特看到后 马上联系部长 对方没有干扰游行 他也必须交出情报 莫拉特将袭击时间 地点逐条告诉对方 其实激进派已经同意 叫停袭击行动 果不其然 另一边激进派的自杀小队 正在待命 领头却接到了大力的电话 对方按照和苏雷的约定 让他终止行动 不料领头不想放弃 跟队员谎称计划如初 大力察觉到情况不对 赶紧去找莫拉特商量 再加上阿里夫没有回来 他猜到小队没有放弃行动 立刻联系安东帮忙 劫走了要坏事的激进派 成功阻止这会儿要送死的傻帽 另一边的部长等了半天不见人来 得知对方被劫走的消息后 才意识到自己被耍了 他不愿意放弃引战的机会 竟然让手下去实验室布置炸弹 剪彩仪式结束后 部长邀请死对头进实验室参观 自己却以维护现场治安为由 带着人离开实验室 主角两人不知道情况有变 正在庆祝游行的成功 长时间的朝夕相处让他们互生情愫 突然巨大的爆炸声响起 一切都按部长的计划进行 他炸掉了实验室 既解决了大选对手 又成功找到和嘉一宣战的借口 部长马上发表声明 说嘉一组织反动恐怖袭击 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研究疾病的实验室也被毁灭 当局要对该组织展开行动 局势瞬间进入白热化阶段 部长有了正规的授权 带着大部队杀入第六区 肆无忌惮地进行抓捕 还规定九点半后全区宵禁 安东知道藏身的地方 家属可以躲在那里 等穆拉特等人准备过去会合时 不巧撞到防疫局大规模清洗 他们躲进小巷子里 只有一个特工跟了过来 谁知苏雷碰到车子 触发车辆的警报声 阿里夫为了保护他们 冲出来转移注意力 却被防疫局的人射中 穆拉特扑倒对方抢过手枪 赶走了防疫局的特工 枪声引来了附近的居民 大家赶紧把阿里夫抬上车 火速送到大谷那里急救 可阿里夫伤势过重 大谷也无能为力 穆拉特只能联系安东 期间苏雷接到了一个未属民电话 表情明显不正常 穆拉特虽然留意到了 但眼下最重要的事 就是先救阿里夫 安东的车及时赶到 把阿里夫送到嘉伊医生那里急救 对方成功将子弹取出 不过阿里夫的情况不容乐观 谁知几个小时不到 他的生命体征就开始变弱 阿里夫知道大献已到 把穆拉特叫到床边 年轻的男孩只留下一句遗言 我不想死 他之所以冲出来救人 是因为答应过要治好爸爸 如果唯一的免疫者穆拉特出世 人类的希望就彻底毁灭了 穆拉特再也无法自欺欺人 他摘掉耳机 冲进德哥的缝比仓 想逼问病毒的来历 可对方始终一言不发 其实大谷的实验没办法创造出第二个免疫者 因为穆拉特和德哥之间存在着别人无法拥有的连接 只是没人知道真相 穆拉特就是全村唯一的希望 他决定加入嘉伊组织 带领大家研发解药 共同对抗防疫局 眼下第六区沦陷 他们必须找新的藏身店 第二天众人为阿里夫举办葬礼 他们分散成不同的小组 准备先销声匿迹一段时间 不过逃出第六区谈何容易 防疫局的人已经赶到 他们立刻展开行动 穆拉特坚持带上德哥 还不准拔罪他 众人坐上安东的车准备离开 没开车去多远 就被防疫局的人拦住 穆拉特只能寄希望于德哥 他拿下对方塞损的袋子 就在特工要抓人时 德哥开始说话 他的能力远超其他乱语者 几个特工戴着耳机 也避免不了被感染 主角团都站得远远的 趁机料到没被感染的特工 几人坐上车继续出发 准备去码头找万事通会合 对方按照穆拉特的要求 准备好船等待接应 殊不知关键时刻大鼓叛变 向部长透露了穆拉特的计划 好在万事通人够机领 发现码头被防疫局占领后 马上通知了穆拉特 紧接着他联系水上飞机 迅速启用第二套逃跑方案 很快水上飞机赶到 司机表示防疫局的人 正打算将4号防疫区 转移到5号 苏雷文言低下头 面露慌张 而安东必须去找自己 在四驱的家人 其他人成功登上离开的飞机 随着飞机起飞 穆拉特留下的录音带以广播的形式 向彻天空 他向大众解释 实验室的大火 爆炸 以及被阻止的病毒研究 都是防疫局的手笔 他将以加一组织的名义 正式向防疫局宣战 为所有被欺骗的人民而战 为了希望而战 乱语症是可以被治愈的 他一定会找到方法 这时苏雷的手机铃声响起 他戴着耳机没有发觉 穆拉特认出可疑的号码 前前后后 有20通未接来电 他偷偷接通电话 赫然发觉 那头的人就是防疫局部长 穆拉特震惊地看向苏雷 本季到此结束 抛开其他不谈 本篇简直是县礼计时篇 从2019年12月开始 疫情已经长达三年 期间发生的魔幻新闻 不比电视剧少 每个人都因为疫情 失去了很多与家人见面的机会 原本计划好的旅行 自由快乐的学校时光 最后的毕业典礼 甚至有人为此丢掉了生命 失去了最重要的人 口罩 健康码 核酸检测 这些已经成为家常便饭 本剧的科幻设定 几乎变成了现实议题 编剧似乎也深知这一点 处处映射当下的时代故事 开头两集的节奏非常好 完善世界观 树立角色形象 但是中后期略显套路 逐渐走向压迫与反压迫的老一套 看来最让人好奇的乱语者产生原因 只能等待下一季揭晓了 如果对本剧感兴趣 小伙伴们可以一键三连 我们会持续关注第二季 找更多同类型的影片解说